超级混乱 如果我知道情犯那么混乱 我也不会让他去海外比赛 可以混习到 这么多不同国家参赛的单位 其实可以做得很好 但结果出来 大家看到的东西 或者大家经历的东西 令到大家很失望 家长望子成龙 有资源的父母 都想游戏 让小朋友参加比赛 见面见 在7月,韩国举行出一个 国际性数学比赛的总决赛 这个比赛已经举行到第11年 每年都有超过25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赛队伍 但这趟比赛旅程 竟然出现吃不饱、睡不好 兼且货不对版 令到参加的家长和小朋友 北新难忘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参加这个比赛 当初是学校推荐坊间有这样的比赛 这个比赛叫WMI 她是家长界很出名的 一个大型的国际数学比赛 我小朋友本身对数学很有兴趣 所以香港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 其实我也有给她参与 她自己很享受参加比赛 有点奖是一个鼓励 这个比赛不是人人都参加 参赛小朋友要先在本地初赛 获得金、银、铜、铜 才有支架 我们去年11月在香港有一个初赛 我的小朋友有幸地拿了奖 所以就有机会参加在韩国举办的比赛 报名费小朋友是1500元 然后成行的个人是500元 这个要事先给了 这些只是报名费 之后参加者必须参加一个五日四夜的行程 费用每位七千四百五十元大小和银 费用包括入住四星级酒店 当地交通、观光和集费等等 不过就不包机票 也没有香港渡游领队 要自己买机票飞去首尔机场集合 我纯粹相信这个比赛的品牌 我们打算刚好暑假和国决赛的日期 不如让她试试一家人出国去当旅行 而且当她试试去一个国际比赛的经验 陈太太一家四口 一起陪六岁儿子去参加 总共用了五万元 想不到换来是不新难忘的经历 印象中应该到酒店的时候 是接近六点钟的时候 那晚饭时间了 他们包不包晚饭? 行程上是包晚餐 在车上,其实导游已经说过 晚餐安排只不过是一份三文字 我们都觉得很惊讶 去首尔禁旺的城市 到处第一餐晚餐竟然是一件三文字 已经够精彩了 到入住所谓的四星级酒店 更加令他们大开眼界 这个厅堂其实也很臭 很大的味道 完全不觉得是一间四星的酒店 到房间其实情况也很恐怖 地毯好像上一手有一些饼碎没有清洁 我们有些家长第二天聊天时的反映 房间里面有一些用过的衣服 衣服袋 也有烟头 有些砖子会掉下 或者是闪崩 小朋友进入酒店房间 其实真的很失望 呆了 我房间的毛巾是有污漬的 毛巾的边全部是烂的 床单上多多少少都有污漬的 櫃门的边完全是烂得不堪 应该是四星级的 是 你去到那里会给多少星 我想是两星 翌日的早餐安排是另一个惊喜 因为它只不过是在 那个check in的大堂、酒店大堂 前面有几张桌子铺了一些格子桌布 有几盆食物在这里 没错, 这个早餐、自助餐 就只有五碟食物 让整间酒店的香港人一起享用 难道大会担心小朋友 太饱会影响比赛成绩? 之后他们去位于 仁川延世大学校园的比赛会场 世界各地所有参赛的小朋友 和家长回集有二、三千人 送小朋友进会场已经够混乱 最惨是比赛员 很多家长都找不回自己的小朋友 去到才发现 原来开口时间是十点多 完全没有一个时段的分别 原来是这么多年级 这么多人同一时间 进入这个标定里考试 那你那个小朋友是多大? 六岁 六岁而已 你想像几千人 从一个这么窄的门口出来 你怎么可以看到自己的小朋友呢? 当中的过程有些惊险 因为我差点不见了自己的小朋友 除了比赛, 行程说会包含观光 谁知道变成混乱团了 行程是早上要去七点半 要上车 然后我们要去参观一个 当地的护肝药药厂 介绍那只药药给你们 然后就要去参观一个纸彩 博物馆去做纸彩 然后就去买某一品牌子的化妆品 我们已经觉得这么奇怪 到了午饭时间 今次行程安排所有人 去了一个传统韩式市场 给了一些现金券自行掃街 限时40分钟 当时我觉得是没有分流的安排 两条通道上 是塞满了所有的参赛团体在 给了一张饭券又给了一张超旁 叫我们去每一个摊档掃街 排到去换的时候 其实都可能要排成20分钟至半个钟 才买到一档的食物 一小时也不够,而且很热 然后颁奖又要穿代表队的衣服 突然小朋友乱俊 又弄得衣服很骯髒 好像每一餐饭都要弄得很狼狽 很多人,很贵地去吃 除了以上两位家长亲身经历 更有一个超过200人的苦主群 家长们在这里大吐苦水 当不止一个家庭 而是大部分参加的都不满安排 那就一定是承办和主办单位的错 完全是灾难现场 像是鬼屋主一样 吃完垃圾,考试又场面混乱 我不是坦平参加零团废旅行团的 为什么我要6点早上去买紫菜 但直至今天 我没有收到香港协办机构 任何一个电话关于我的投诉 在旅程后的一个几星期 香港的承办机构 就发电邀给所有家长 指他们有向韩国主办方表达了意见 大概的内容就是因为疫情 他们停办了很多年这个国际比赛 第一次是疫情后去恢复 亦是因为疫情的时候没什么人飞 韩国那边有很多人财流失 又没有一些很有经验的旅行员去做 所以才令大家安排失当 有自怯 为什么你竟然觉得自己人手这么不足 或者情况还未回复的时候 就招了三千多个不同国家的选手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得选择 我们就联络了香港的承办教育机构 他们以WhatsApp回复 表示他们是以自费形式的 徐行人员身份参加活动 但也有即时尝试解决各种投诉 当中解释到与参赛者抵达时间不同 怕食物变坏 可以第一日以轻食三文治的形式处理 大会有实地视察房间质素 奈何部分房间质素未能一致 至于比赛的流程安排 他就说基本上是跟其他家长一样 是同步收到通知 我觉得大家心情都不是想要求赔偿 但是是觉得有些不值 想去发表这个不公平的情况 我们也都有向消费者委员会投诉 我亦都有向海关投诉 我亦都有向旅游监管局投诉 这么大型的比赛 或者是项目 你真是未参加过 你不会猜到它可以 这么随便 这么恶劣 咱们 咱们 是